因为春风要比任何时间的风都来得舒适 我们说夏风可能过于闷热 秋风过于萧瑟 冬风过于寒冷凛 对吧 唯有春风 让人感觉到特别特别舒适 就是有一种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那这是第二件事情 就是风 当然它没说出来的 很有可能大家也在舞 那么陪伴着的还有勇就是唱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画面 大家就是出来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上什么课 大家一起出去嗨 对不对 好 那么嗨完了之后呢 就回去了 就归了 好 这个能算得上智吗 能算得上智吗 我的志向就是跟一群 年轻人也好 跟一群小朋友也好 大家出去一起跳 一起唱 一起洗个小澡 一起洗一洗啊 算不算智呢 好 当然能算智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 这里边很关键的 有一个人的态度 就是孔子的态度 这样的生活 就是同学如果描述到这样的生活 同学能接受 或者能喜欢 但是孔子作为老师 他竟然也非常赞同 这样的观点 好 那这里边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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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们听同学说一首 好吧 你觉得这里为什么 孔子是溃然探约的啊 就是感觉这就是 明慧的一件小事情 就是从这种小事 透出他做的那种 就是当时的 生命环境比较和谐 也就是说 虽然这是一件小事 但是呢 它的小事的隐藏的一个大的前提是 如果我们作为平凡人 能够享受到这样小事 小的欢乐的瞬间的前提是 有一个大的和乐的社会环境 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隐藏前提 那也就是说 在孔子的眼里 弟子能够描绘到这样的场景 是他所希望的 好 好 请坐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那 在这里边呢 我觉得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去 认识到 为什么 珍惜之志 受到夫子的一个 欣赏的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做一个对照 做一个对照 因为我们说 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人 来作为一个镜子 来照一照 这其中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人 是谁呢 同学金发展是子鹿 因为同样 夫子 有不同的 态度 对待子鹿之志 夫子的态度是 省之 是省之 省之 同学说 首先我们得界定一下 省之是一个什么动作 是一个笑 那这个笑到底是什么笑 同学说 有的说嘲笑 有的说是微笑 微微微微笑 那么 那到底是什么笑 什么笑 有没有到嘲笑这个程度 那我们看一下 子鹿之志是什么 是什么 千盛之国 涉乎大国之间 家之以失利 应之以激进 有也为之 笔记三年 何时游永 且之方 那我们现在站在子鹿的视角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想做一件什么事 治理国家 用三年的时间 让一个处在 危患之中的国家 变得 有秩序 同时老百姓是游永的 且之方也知道 理议的 方在这就是 合乎理议的准则 那么 这个不是很好吗 这个不是很好吗 但是 也是一样 如果同学刚刚已经发现了 这个 增西之志里面 它有一个隐含的 大的前提 社会环境 同样 子鹿之志里面 也隐藏着一个 大的社会环境的前提 就是子鹿所描绘的 这个画面 它代表一种 怎样的社会呢 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 动乱的 动乱到什么程度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表述 首先 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千胜之国 转换成 它其实是一个中等国家 千胜代表千辆冰车 那么中等小国 那么中等国家里边 同时它又 其实中等国家 其实属于一个 很尴尬的地位 因为如果你够大 你可以用来 你可以去 攻打其他国家 对不对 那如果你足够小 暂时 暂时可能 人家大国也 对 看不上你 对吧 反正你小国嘛 你不存气候嘛 所以中等国家 其实是夹在最中间 其实是最有可能 被攻击的 好 那如果这个中等国家 离得比较偏远 也还能暂得 一时安稳 可是 子鹿给他加了一个 第二层条件 就是社乎大国之间 你得夹在 若干个 大国中间 那 这里就有一个产品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 大国相争 一定真的就是 跟他们直接有利益相关的 土地资源 所以 被夹在中间的 这样的中等国家 最接面临的 肯定就是会遭遇攻击 遭遇战乱 好 家之与失旅 那真的 这个几个大国 失旅就要杀过来了 对吧 就要打过来 死为外患 好 那除了外患之外 还有内忧 内忧是什么呢 因是 你看 这个因 翻译成翻译成 注解我们把它理解为是 接续 那其实就是增加 增加 再给你增加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感觉像我们 同学玩游戏 游戏的时候 有 easy模式 对吧 简单模式 normal 普通模式 还有 hard模式 hard就是 困难模式 或者你可以称之为 叫地狱模式 好 那很明显 紫路就是在给他自己 所构想的这个 社会条件 不断地增加 难度 好 因之以激紧 何为激紧 注释当中 只是告诉我们 泛指饥荒 其实 不够准确 因为激紧 单个字来说 它是意思是不一样的 激 它在这指代的是 古物失收 就是粮食古物这些 欠收了 就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收成 井是什么呢 井指的是果菜失收 瓜果蔬菜 也都没有收成 也就是说 真的就是啥都没有了 啥都没有吃了 好 所以 这种情况之下 需要一个人来拯救 这个社会 那就是必然是我子路 对不对 有也为之 有也为之 而这样的生活 我也没有办法说 我一朝一夕就能改变 那需要给到我 三年的时间 也就意味着 这样内忧外患的生活 老百姓要经历至少 三年 好 要经历三年 好 所以最后虽然子路的想法是很好的 我能够 我想要向老师证明 我是有能力的 可是 子路在这里边 其实缺乏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意识 就是他所构建的这个环境本身 老百姓的生活 依旧是很困难 依旧是生活在动乱当中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曾希和子路 所刻画的影响社会里边 相对来说就有一个差异了 子路之志呈现的是一个困难模式 曾希之志呈现的 它更多是一个和乐的圣事 而这样和乐的圣事 这是童子所 或者说儒家 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所希望看到的 这是对应的这一种 好 那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的意识 但是光有这一种 其实还不足以支撑说 夫子溃然探 你要知道溃然探 就常常探了你头气 那真正能够击中 孔子心中 同学一开始提到的 那个最柔软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 那同样 我们如果要再看的话 就得看到什么呢 看到其他几个弟子之志 今天 孔子跟这四个弟子 都在聊天 问他们有什么志向 应该说其他三个弟子 他所表达的志向 都是在孔子的意儿之中的 因为这三个弟子 分别对应的是 子路 他是希望能够强兵 燃友 族民 希望能够复国 公西华 对应的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 能够支离 这三个应该说是在 孔子的意料之中的 那么 曾希之志很明显 这一刻 他在孔子的眼里 其实是意料之外的 孔子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曾希会描绘这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 这个画面 为什么说能够击中孔子 这个就和一个背景有关了 那这段对话 或者说这个场景 其实发生在 孔子从魏国 返回鲁国之后的四周间 那此时孔子已经年岁 年长了 其实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晚年 因为我们知道 孔子最后也就是在 72岁左右 他离开了这个人世 所以其实已经年近晚年 那应该说到这个时刻为止 他其实是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的 那他想要得到的那种 旧式的理想 也是没有得到实现的 没有得到实现的 但是曾希所刻画的这个场景 其实某种意义上 是代表了他内心当中 最柔软 最隐秘的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孔子他有这样的一股精神 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他是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他想实现他的理想 可是每个理想主义者 不是说无时无刻 都是很坚定的 而是在某些场合里边 某些场景之下 他也会透露出一些隐退之意 孔子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论语当中 这样的话有很多 比如说他有一次跟元年说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唯我于而有事足 如果有好的机会 出来做官 那我们就去做 如果没有好的机会 舍之则藏 那我们就隐退 那如果真的能做到 这样的 可能就只有我和你 那还有比如说这一句 道不行称不服于海 如果有一天能够 自己想追求的道 读法得到实行的话 我们就一起 陈着小读法 前往海外凝聚 再者 比如说有一次 他被困在城国的时候 他也说了一段话 叫做鲑鱼鲑鱼 是不如回去吧 回到家乡路 和自己的弟子在冲锋 所以其实在很多个时刻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 隐退之意 那在这里边 其实我们会发现 夫子他也有所谓的AB面 他的A面 更多的是有一种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挺 但是潜藏在这底下的 也有他的B面 这个B面就是 道不行称不服于海 道不行称不服于海 这样的任务退之意 好 所以看起来 曾希说的这番话 是一个意料之外 今天我让大家说一说 自己的志向 但是没想到 有一位同学站起来说 老师我并不想做什么大官 也不想当什么科学家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每天叫什么呢 叫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是我的理想生活 我的理想生活 只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可是这样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回答 其实恰恰的可能击中了 孙子的内心深处的一个 最深处最柔软的一个地方 那同时也让他卸下了心里的防线 最后所以才有了他的溃远 他很感慨 就是弟子的这番说法 真的有击中到我 也是我回到鲁国之后 我一直心心念念 或者脑海当中有在想的 那今天被曾希点出来了 所以孔子这一刻万分的感慨 万分的感慨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理解 曾希之志你就知道了 这样的场景 首先他很有画面感 作为我们千百年以后的后人 看到这样的语段 我们也好像仿佛生灵起敬 能够感受到一种心旷神移 那更别说是孔子 他们作为当时 直接听到那段话 听到那段话 好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如此 有一些意料之外的话语 恰恰反而能够 体现出你内心当中 潜藏已久的一种想法 这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这件事首先是16班的同学 有一位同学跟我分享 我觉得一个小的瞬间 他说的是 有一次回学校的路上 他和他的家人 包括父母 爸爸妈妈 还有他的一个妹妹 那么四个人坐在车上 反正进入高中之后 这个同学男生 他成绩就不如初中来得好 所以这几次考试考的 都不是很理想 那么他爸爸呢 在送他来学校的路上呢 有些时候 爸爸可能是说者无心吧 就说了 类似的话就是说 妹妹以后长大之后 努力做个学霸 努力做个学霸 那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你是这个男同学男生 你听到这个话 你会是给他的感想 可能爸爸说者无心 但是我们说听者有意 就是觉得那你这个话说的 其实就是觉得好像我 我可能这辈子我就这样了 我没把当学霸 是不是就真的就对不住父母的一个期许 所以如果是此刻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同学的话 也会很落寞 甚至也会非常伤心 但是这个时候 温柔的妈妈就出现了 我觉得幻分性 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妈妈 妈妈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他当然也是对妹妹说的 因为接了父亲的 接了爸爸的这个话 就是说 也不用做个学霸 不一定要做个学霸 妈妈希望你也好 哥哥也好 你们两个人 只要平平安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就好了 就好了 好 那我们暂且不论这个话 到底是不是妈妈此刻 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是 但是这个话说出来 我觉得 是作为同学当中 他此刻意料之外的 对吧 他没有想到 因为以往可能 爸妈是同一战线的 同一阵营的 一起男女混合双大卧 但是此刻 此刻妈妈突然 有这样一个 一个柔软的瞬间 这是 作为同学来说 是意料之外 但是这个意料之外 恰恰又是 被集中了同学的心 感觉的 所以 同学在跟我分享 这个事的时候 他是 特别特别感动 特别特别感动 也因此其实 反而这样的话语 能够更加鼓励到同学 要努力学习 要努力学习 因为 父母其实 对你的这种期许期待 对应说 就是真的要考 多好多好 相反 真的你在学校里边 健健康康 才是平平安安 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好 所以这样的瞬间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也会有 好 那我们带入到 孔子那个角色 可能也能够体会得到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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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